本周的国际新闻快评 我们从美韩的联合时兵军演 以及美国芝加哥商会 针对美国民众是否支持美军协防台湾的民调结果 共同来思考在当前的美中紧张关系之下 亚太地区的国家究竟都是如何因应 以及台湾到底有没有看清国际的现实 过去四年因为疫情以及前任总统文在寅 主张在美中之间 韩国应该保持亲美 但不全然接受美国建议的立场 暂停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仅仅维持基础的美韩合作 可是新任的总统尹熙悦上任之后 在外交立场上显然采取了更加亲近美国的姿态 并且也对北韩展现出更强势的态度 然而从近期的民调可以看出 尹熙悦的外交政策似乎没有帮助到 它争取到更多南韩人民的支持 事实上美韩扩大举办军事演习 在韩国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 有不少民众认为 军事演习只会造成区域的紧张更加的升温 从这次大规模的士兵军事演习来看 其实美韩双方在准备军事事务的目的 有着本质上的差距 韩国准备的是朝鲜半岛 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 所以不仅仅在军事上的演练 韩国民间也都动起来 进行战争的紧急应变训练 南北韩的局势在引擎约上升上任之后 不但没有因为亲美展示强硬立场 而让北韩有所退却 反而触动了更敏感的神经 让北韩多次公开警告南韩 对于韩国民众来说 强硬的路线固然会获得部分的支持 但同时会让希望和平稳定的民众 累积了对政府的不满 同样参加军事演习 美国的准备除了协助韩国防范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之外 恐怕更是相装无建议在佩弓 想要传递在中国家门口也能展现军事实力的讯号 试图来制约中国 我们姑且不论北京当局是否真的因此而心存忌惮 只要看看韩国民众的反应 就知道许多美国的盟友虽然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可是其实也很担心美国会不会反客为主 把抗中的态度强加在需要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身上 反而让其他许多国家失去了自己选择的空间 美国的外交政策坦白说 美国不能单纯的用善恶来做评断 而应该以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理解 并且对美国来说 确保中国俄罗斯或者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超越美国的机会 绝对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 不论是与韩国合作、日本交流 甚至是对乌克兰的援助 都是基于同样的立场 目标在维持美国的强势主导地位 可是却要确保美国不会有人缘因此而伤亡 在台湾 很多人对于美国有高度的期待 尤其是去年芝加哥商会公布 是否支持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 首度超越了50% 台美关系渐若磐石的想法 给了台湾民众更大的错觉和期待 可是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 乌克兰战争开打 美军只提供武器 但不踏入乌克兰的土地助阵 让台湾真正有机会 大家一起来开始反思 或许美国对于盟友的承诺 跟大家想象的并不一样 这个星期 芝加哥商会再次公布最新的民调 同样的问题 美国民众对于派兵 介入台海争端的比例 从半年前的过半比例下降到四成 不是因为台美关系出现了变化 而是因为乌俄战争真的让美国民众意识到出兵海外可能性正在升高 所以做出了更谨慎的判断 长期以来台湾人民对于相对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下发展经济 体验民主自由 可是却忘记了民主自由其实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年轻时代充满理想 说到战争天真的以为政治人物 所说只要有枪就能抗敌 拿起扫把就会守护家园 可是却忘了去思考 自己跟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人去当兵 是谁要去抗敌呢 看看日本大幅度增加自卫队预算 韩国也在进行使兵演练 再回头看看台湾 虽然预算增加了 但是作战部队军事官兵出现严重缺额 兵役延长的话题 政治人物说了很久 但是考量选票 没人敢落实 没有下定决心做准备 却在如此不稳定的局势当中 展现出异常的冷静 莫可奈何走一步算一步的躺平心态 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为了强化信心 而过分强调应该正向思考 美化了现实所致 当盟别国都在担心如何才能加强准备 台湾如果还是过分乐观 而只想依赖盟国 却不愿面对中国 持续被动的看待美中之间竞争的发展 恐怕台湾人民的利益会越来越难 守得住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大家动品 请订阅 订阅里面